叫好禮哦 叫好禮 当你懂得了体谅 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 当你明白了这道理 你心情将会更开朗 专业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 我们今天的主角如今华世界 有一个很高级的生意 但是他的脾气不好 两个孩子都很怕他 不敢告诉他 但是最近这几年 数借的生意渐渐在改变 家里的气氛也变得不一样 到底是发现什么事情 我们现在就跟近来看 今天的故事 民国73年 73年 12月12号农丽 那个时候就是大部分都是当兵回来 家人都会说可以的话就赶快结婚了 那个时候还真的愿意等三年 都用写信的啊 写什么忘记了 叫他当我的老婆啊 他个性都各方面都很好啊 他就是心里想说 以后找一个老婆要乖一点的啊 他很会做家事啊 又会洗衣服 而且又顾家 所以真的啦 那个时候心里想着说 他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而且人也是 因为在同一家公司都知道 认为他说 也是蛮 个性都蛮好的 所以这个很适合取回来当太太 这样 这个浇水对我来讲算简单 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也会去帮忙啊 会熬指那边 我也算是那个农家子弟 田里的什么收草啦 挂竹子的时候都要拍戳啊 那个都不会 是刚好茫茫冲冲 嫁得还不错 说实话是后来的个性还算不错 之前哦 之前 之前的个性不是很好 就是比较大男人啊 也没有什么不好 只是比较大男人一点 因为我的意见 我只好埋在心里啊 这个等一下又有光害又有伤害 刚刚这个气氢跟电焊都会伤到眼睛 那就是有时候 如果过两三个小时就点个眼尿水这样 保护一下 从75年做到现在 这个算是主力组合的公司 因为我们算是协力工厂的最下游了 所以很多协力工厂的东西都要送到我们这边来 我们再主力过来这样 这个就是做塑胶袋的工作母机 你看起来这个是一层而已 实际上它有三层 它塑胶袋做起来的话 它是三层做出来的不是一层 三层做出来的它里面有一层是我们环保的 就是回收的 我希望说让家庭没有一个经济上没有一个后顾之有 所以会变成说希望他把家里做好 也许那个时候是大男人主义比较有大男人主义 老婆小孩 我说东就是东 他们如果说西的话 我就好像会不高兴 会坚持极见 并用我说我决定的事就是决定的事 比较没有商量的余地 他讲我就把它口气大一点 他就不会讲 所以我师姐个性很好 我当然爱他 就主要说爱他的方法是有一点比较执着 就是说希望你每天把家里顾好 每天都听我的话 原先的话总是希望都希望他尽量可以在家里 可是我自己也有回想过来 等小孩长大的时候 他不可能嘛 他整个自己一个在家里也无所事事 其实我跟你说我心也会吃软 因为之前我就经常说 我们师姐那时候说他开刀 我经常记条说他开刀 有很多人帮他输血 因为我知道他输血的输很多 那个血库来对 所以按这个的时候我就经常强调说 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帮助别人 我们就去帮助别人 所以其实医军那时候 我们参加实际的时候 那个时候三十几岁参加实际的很少 二十几年前那时候开刀 身体反而比这一次开刀更虚弱 这一次开刀的话 心情他的脸色或表情就比较会 比较有微笑的感觉 二十几岁一准 整天都是愁眉苦脸愁眉苦脸 就是变成这样 这个应该是 这个每一天 这个叫什么 这个是酸沙 就是怕你有血块还是什么的 一天吃两个 就早晚吃一个 白色这一个是抗磷血 然后那个小的那一颗就是心脏用药 这个抗磷血是我们开心脏瓣膜 用人工瓣膜一定要吃 瓣膜是变成是金属的 你如果没有吃抗磷血 它会血凝固在瓣膜那边 你就会中风就变成会中风 你如果好几天没吃这个药就不行 一定要每天吃 这个药好像是跟我要陪伴我一辈子了 它之前叫什么风湿性的心脏病 就是会心肝的 就像百条的 你就没办法大口地呼吸 就是一早我也小时就是常感冒 那个也可能是后天不是先天的 结婚之后 怀第一胎的时候 就是常常感冒 常常感冒 然后孩子生下来之后 就再去看医生了 医生说你这个不能生了 不能再怀孕了 你一定要把他开刀 开刀那时候我是用猪磅 猪磅比较 就是你开完刀之后 你如果还要再生就可以 你如果是用这个人工伴 那么就不能再怀孕再生孩子 那时候75年就开刀 那76年 那么就勇敢 75年开 76年就生我儿子 开这个刀 医生有说顶多啦 15年还要再开一次 结果那个时候我可能是年轻嘛 那等到97年再开 等于用20几年 以前小孩子笑的时候 每天都要擦 没有在上班 就想说地弄干净一点 小孩子如果在地上爬也比较干净 我先生他的脾气就是 就是比较暴躁 有时候有一些事情 我都尽量是 因为你如果他暴躁 你要跟着 跟着一起的话 就两个人一定会常常吵架 他在骂的时候 我就会先接手 然后后来再自己慢慢去化 去消化 想说他刚刚讲的话 然后我有时候也会不高兴 我会躲着哭 那就自然后来真的是 也是习惯 你如果一直在生气 那是不是会内伤 我想我以前的那个心境 跟现在的心境不一样的 那种心境是 应该也有一些这些因素 比较不快乐 那个时候 以前对小孩子真的领羞 所以跟小孩子的互动 真的都没有了 对 后来这位感觉说 自己慢慢改变的话 你看我女儿现在 什么事都会跟我们 互相沟通 互相了解 以前根本就没有 像他讲的 你有一个胃炎存在 大男人主义胃炎的话 他讲都不跟你讲 我讲真的曾经 有一阵子会怕 而且有一阵子就是 爸爸 以前很差的时候觉得 爸爸只会骂我 所以 回来就只是 会 还是会跟爸爸说我回来 但是很少聊天 应该说以前的那种威严是 看到他我就会怕了 他只要这样 可能这样 嗯 我就知道 自己小心一点这样 可是现在不太一样了 现在爸爸是可以沟通的 环保站就这一个地方 我小时候住那一间 老家那一间 我们十几年前就开始做环保 我师姐说 要带动这个地方 希望说可以把环保 也顺便带动起来 所以就一直 一直找地方 就说自己有 旧的 旧的房子前面这边 可以做环保 像我们做这个回收点 那一个回收那个帐盆 是我二哥帮我 帮我放的 这个是我大哥跟我大嫂 他们提供出来的 所以是成就了大家 共同的 共同互相 互相的成就才 有这个环保展 环保点 我们有大嫂啦 有堂 堂弟啦 就是我先生的堂 堂兄弟啦 还有我弟弟 还有我哥 家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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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的很多 还有我们师姐的 妈妈 都是家族的 比较多啦 谢谢大家 我一嫁过来都受她的照顾 哪有 有言嘛 就是大家是言论才 手里之间的感情都很好 想说做环保分类 这样很不错的事啊 其实没有了解以前是心态一定会讲说 你把家庭顾好就好 而且她身体又 并不是说真的 可以适合很多 比较激烈的一些活动 所以我是希望她在家里 像开始的话 我还是 会限制她说 那个日历会打勾勾啊 你今天又出去 今天 明天又出去 怎样 还是比较会 会强调这一点说 限制她出去 有做记录啊 有时候说 一天 因为我师姐她 她承担精进的 所以有时候 像助念跟工具 她有时候一天要赶好几场 其实我们两个人 沟通方式也是蛮单纯的 我念她 她点点嘛 那就是 她啤啤的还是出去 反正回来 到不了是今天晚上不讲话 大家睡一睡 明天讲 明天再讲话这样 你说叫我爱爹 你上头看我一天 一个你做个几次 自己去打工看看你 一个月到底你出去几次 我就疲疲了 我都没去喂 因为如果喂 就差不多每天都出门 他都说 你整天到外面 跑跑跑 家的事情都不用做了 这样 是真的是这样 有时候会这么念 习惯了 她也知道我是口头上 讲一下就过去了 所以她才没在怕 有时候有啊 姨妈的时候 乖这两天了 她念的时候有乖个一两天 像我们回收就是工厂的回收 就是放在这边 到时候大型回收日的时候 我来开车 然后直接再载回去 这台车是公司的啦 我们股东说 反正 一个 偶尔做回收的话 其实她也很有心 就可以让我们使用 所以其实我们做环保的话 带动地方 大家都对环保的认同 越来越大了 越来越多了 所以感觉说 心里比较实在一点啦 做环保 真的对身体好 而且对地球又好 你如果不来 我又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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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师姐就是 刚刚我们过来 前面那个 两个红利的那边 又转上去 因为她家也是种田的 所以从小就比较 家事都要做啦 所以 至少我们的感觉说 也许是乡下的孩子 所以会变成说 她比较会 有一种 刻苦耐劳的精神啦 因为她从小家事 洗衣服什么都要做啦 后来的话 她从二十几岁过后 身体就不大舒服 不大舒服 其实我是求她说 本身身体先顾好 可是她真的是 对上人 没话讲 因为她上人讲的一些理念 她本身她都会去执行 以前师姐的话 她出门的话 有时候她会怕我反对 所以她反而 不会跟我沟通 利用白天我上班的时间 她去参加各种活动 说老实一点就是 赶着五点回家煮饭 以前比较强势一点 说你一定要晚餐要煮这样 比较会这样 现在不会了 姐姐让我接一下 喂 应该是 对 那这样会不会坐不下 是还好耶 我们那边只有载素人 师姐哪有活动的时候 就是很多电话 对 因为有很多师姐也会 请她开车载 所以 知道晚上有活动 那部分都是电话很多的 那你先不要 而且我们家很好玩 电话响起来第一件事 妈妈 因为八成是妈妈的电话 以前都这样 就是电话响起来 妈你在哪里 我们家的晚事很漂亮 可是妈妈回收来 我们用了好久 今天还没过 等她出门的话 才开始签的 不要让她看说 你整个月出去这么多天 那个时候是这个心态 现在不会了 现在反而是有时候师姐 签这两天是做什么 我说 你这两天有赢对 反而她有时候太多活动 她会忘记 现在好像是 签的都 形式上 反而是 帮助她 记得说 昨天要做什么而已 他有时候我会说 拜托我去啦 对 我会这样讲 有效吗 有啦 有 当然有效 现在过 如果你在没关系的时候 我就说 不要啦 不要让我出去好不好 然后她就 好了 要去去啦 就 要去去 那个口气不是很好 可是回来就没事了 拜托拜托 拜托 拜托 多手不动 天安 大伯 吾威 吾欲 再一次喔 再一次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家里是会 反对 反对 其实说真的讲直白一点 就是反对 我会觉得 我妈妈好像不见了 因为她要无时不刻 都去参加她的活动 可是慢慢的 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不是这样子耶 她去参加活动 她可以很开心的 回来跟我们分享 就像 我一直觉得很厉害的是 我妈妈学手语这一块 她在这边其实 获得很大的成就 因为 我 我这个女儿 其实有跟着妈妈去过 慈激的活动 然后试着 要跟她比手语 可是我比得乱七八糟 但是她可以比得很好 我觉得那是她 也是她成就感的来源 也是她朋友的来源 应该说像爸爸讲的 妈妈以前比较 不去表达事情 她以前是几乎就是 有什么事 就闷在心里面 可是她现在 会去表达的状况下 我觉得她已经有 舒解压力的管道 甚至是她不开心 她就直接表达出来了 所以相对的 她的生活 就会变得快乐 而且她去参加活动 她有得忙嘛 不无聊 不无聊就会比较快乐 实际在妈妈生活中 真的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她不但是朋友也在那里 然后甚至她所有的活动也在那里 然后就是有的忙就会开心 因为好像自己就很有用这样 是一个很有用的人 所以她绝对比以前的笑容再多 然后比较更敢表达 而且说真的 妈妈以前身体不好 她会一直觉得她的身体 可能好像不能做很多事情 可是当她在慈祭 她发现她自己很有用 她可以去教手语 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她变快乐 就是她常笑 或者常会来就跟我们分享说 我今天干嘛干嘛干嘛了 做了什么事 学了好多 就是人跟人相处 对啊 对 就比较 就比较知道要怎么样 跟别人相处 跟人互动 就像圣神说的 我们要修行 不是在你家修行 是要在大团体中修行 你才有办法跟人家沟通 对 才有办法跟人家相处 那我们走入这个团体就是在修行 可以做是很幸福的 既走无垠 不要跳下来 神是常纳 信心生灭 加密 猪开虎 新疆 97年 97年我還有開一次 就心臟磅了 大家都會煩惱 因為越溜越越多了 我那時候二十幾歲的時候開了 那現在已經五十多了 時間要太多了 開刀害怕受不了 但是我覺得 應該是自己有那個願力吧 我自己有 小小的發願啊 因為那個時候開刀的時候 就是一直廢積水啊 我自己有發願 我如果好我要做 就是要自己 自己要開心嗎 這樣子才會好得快啊 對不對 自己要有那個歡喜心啊 第一次開刀那個時候 那時候心境差很多是 因為我結婚 嫁過來這邊的時候 我的身體就一直 就是不好 因為我嫁來的時候就有心了嘛 那個時候可能就是 心臟負荷不了 又加上我媽媽往生 我媽媽往生我都沒有送 沒有送媽媽上死 真的是最不孝的 但是沒辦法 那時候已經 鐵子已經發出去了 對啊 所以那時候真的心境很複雜 因為你要結婚 那這邊點子放了 又不行 又不行不結 然後媽媽又往生 那時候 心情真的很重要 結婚一年之後 也是還是住在那邊啊 所以那個心境跟現在 心境完全不一樣 雖然過那麼久了 有時候想想還是 還是真的有一點遺憾 媽媽往生的時候沒有送到 最後一針 這是最遺憾的地方 不過加入職機之後就是 就是比較可以善解 就想說 有時候也不是我們願意這樣子做的 就是碰到事情就是 該怎麼樣就是要怎麼樣 後來的心境會變成是 我們有加入之後 我就比較會去善解說 有的人還是一樣 你要堅持要怎麼做 可是不能讓你這麼做 不能讓你這麼堅持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去轉念 是這樣子 他唯一的條件就是要顧家 然後把家裡照顧好 這樣 有人後世人說沒有給我 他說什麼 你說我下輩子還要再嫁給他 那個時候開刀的時候有人問 下輩子有機會還會不會想嫁到 我說我還是要嫁給他 我再嫁給他 我再嫁給他 真的啊 因為我的感覺就是這樣啊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說 本身真的知足常的 而像我老婆這一輩子 娶到他也真的很幸福 把家庭顧得很好 小孩子都順順利利長大 而且對我也很好 以前是我比較強勢啦 現在比較不會的 終於說是他心靈的話 我會沒有 我盡情地說過 我現在才在說 對 你有跟師姐說 你以前那麼強勢 真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喔 以後改進 沒有啊 其實這個講的都沒用 原理表達比較差 行動表達比較重要 真的 至少他也體會得到說 現在我個性都要改變 現在是改變很多 這樣其實就可以了 師姐的生事 怕他這麼認真做志工會太疼 點點希望他顧師姐 也會顧自己的身體 師姐說 有一個這麼痛苦他的生事 心肝來真的會很感恩 草根菩提很感恩 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現在我自己是比較 真的是比較希望是 可以去做自己的 我會跟我小孩子講說 其實媽媽唯一的心願就是 也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也沒什麼要求 我從小到大 我不會要求很大 希望說我可以過了什麼樣的生活 應該是說生命的一部分 就是除了家庭之外 就是自己 變成是可以說 是可以讓我自己想要做的